台湾整个防疫的作为 对于陈时中这样子不负责任 落跑的行为 我们要予以最大的谴责 不需要再硬拗 如果一场防疫的作战还没有结束 指挥官跑去选举 这就是落跑指挥官 从陈时中急于想要去选举 也看穿了 他个人对于防疫没有太大的兴趣 但是对于选举非常的热衷 所以他才会做出 让一般人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 一个现在还身兼指挥官的人 在礼拜一就请假去出席 民进党的肇事大会 非常开心的在那个场合 摇着民进党的旗子 但是防疫指挥工作 通通都放在一旁 这样子的一个人 让大家看清楚了 就是不负责任 好 攸关人民生命健康 这么重要指挥官的角色 当作来去自如的自由业 过去演了两年多的 这个抗疫软男 现在不演了 仍旧敌不过台北市长 这个权力的诱惑 好 来吧 好 来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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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